好,各位企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11月4号进行的三星杯半决赛 由黑方崔金对战白方变相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这一次的三星杯虽然说还没有结束,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确实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包括这盘棋,那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 开局,崔金是选择新小木,变相一二连星 黑棋大跳,白棋点脚之后,当黑棋拆边发展大模样 白棋就直接打入进来,星辰作战 这个也是变相一的一个棋风,就是下得非常的硬朗 然后崔金拖先挂脚,白棋碰上来 这里黑棋要是那般,那白棋断可以利用这个棋子 把外面先手包扎住,那这里活棋就非常容易了 实战黑棋单退,白棋连回 然后选择二路飞,那这里变相一突然又稳了一手 AI的建议呢,就是白棋可以脱先 反正右边也死不掉,就放在这里 实战白棋二路飞 安定的同时掏空 黑棋脚上半弯之后断 然后白棋先往外断打 如果脚上直接打实的话呢,就过于的单调了 黑棋反打完之后沾,可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变化 白棋也就被封住了 白棋断,这个其实也就是之前白棋二路飞的一个意图 多了这颗子,影响黑棋的根据地 并且对于外面也有一定的照应 白棋已经打算好作战了 打持,黑棋拐打,白棋单成 下一手棋的话,因为脚上这颗子 如果说被白棋二路打拔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黑棋也可以考虑先虎一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先手 虎一个之后右边小金连回 这样全部联络的话,这个棋还是非常平稳 实战崔金,追求更快的步调 大跳连回 边相仪是往旁边逼住 这个棋如果说跳一个就不太像边相仪的棋风了 跳一个当然也可以 大飞出头,这也没什么 不过显然白棋是更想作战的 所以说先逼住 先把这个黑棋拆边的这个地方啊 全部给他消除 等黑棋飞出之后,白棋再往路打吧 这个绝不是为了外面弃子 黑棋如果说认为白棋是在弃子的话 那就上当了 比方说往这封锁 那黑棋的这个里面就要出现问题了 被白棋往这顶完之后 扳 黑棋虎一个 这个断打完之后拐头 先手马上到道铺 黑棋站白棋立下去反杀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要是先打的话 也就不能再封锁了 只有再虎一个 白棋可以跳出作战 这样等于说 又不让黑棋边上拆边 脚上的空也先手拿住 外面还可以出头 这个是白棋的意图 让黑棋每个地方都受到牵制 实战呢 崔金就简单的跳回 这个比较稳一点 白棋也不可能挺头 这个就已经是后手了 之后白棋尖顶 先拿住一个脚 黑棋往上方挂脚 这个棋也是一个球战的姿态 一般我们都说棋从宽处挂 这个是基本的棋力 所以说从这儿挂也是 有这个感觉的 从这里挂呢 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 肯定会比较狭窄一点 但是呢 把白棋两边分开 对于上面 白棋的这颗子 是比较有压力的 所以说白棋也就没有 选择手脚的一些定势 比方说这里尖顶跳出 那外面这颗子 还是比较孤单 所以说白棋飞阵 这个是一个场合下方 黑棋要不然就点脚 掏空 转换要不然就像实战一样脱先 这个地方就不要再指望 还能跑出来 因为白棋右边 这两颗子 现在并没有死 等白棋往中间 跳出的时候 黑棋右边是得补的 补一手吃棋 白棋再往上震头 这个连续的小肥 非常的优美 黑棋头被震住的话 这个棋完全不行 所以黑棋脱先 逼住继续捞空 白棋把右边 这两颗子动出 那这两颗子逃跑的话呢 也是带有一定任务的 就是想把黑棋上面 这个小飞跨断 所以说黑棋下来要补棋 不管是往这里小肩补也好 还是往这儿靠牙补也好 反正得补 这个是属于出头的方法 实战的黑棋走在二路 这个棋呢 效率略低 主要是以后保留这个三路飞回 可以把挂脚这颗子联络 但是这个投在底下的话 是比较难受的 那白棋不管 先往右边跳 威胁黑棋这一整块 黑棋呢 刺一个 这个确实非常俗 那没办法 只有先保证自身的联络 然后再靠牙出头 下一手棋的话 反正白棋只要两边 都可以安定就可以了 所以说可以先往右边刺一下 长 这样连回的话 黑棋补棋 那白棋再把 上方这一块处理好 这样也没什么 实战白棋顶住的话 稍差 如果说黑棋 就这样简单呈出来 那太无脑了 被白棋唬下去 白棋右边这个形状 搭出来一个小堡垒 已经活了 白棋满意 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 一定要唬下去 白棋不能随手挡住 挡住的话出事了 被黑棋断打完之后贴住 马上白棋就崩溃 所以说白棋往上打 黑棋沾 白棋还要立下去 这个地方其实AI已经在劝白棋算了 外面这两块棋呢 被分段总之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说干脆一手棋连回 让黑棋右边打持为空 白棋再往底下肩冲 这样就走一个大局的路线 把这个边边角角都给黑棋 然后白棋着重的为中间 也是一种方法 实战变相仪还是头比较铁 这个地方必须要立下去作战 那黑棋就不客气了 靠出 白棋再作火 不过这样的话 右边这个小堡垒 虽然说还是搭出来了 但是薄了很多 眼位也比较差 接下来的话 上面这根棍子 现在也是生死微卜 黑棋小肩 然后白棋有点太过分了 白棋下一手棋选择坚定 这个棋没有把这根棍子跑出来的话 不知道白棋是怎么想的 有可能也是出于对于自己 这个作战能力的一个自信 还有可能就是面对 崔金这样的一个女棋手 觉得这个比拼力量的话 那变相仪的这个力量 也是非常强的 应该不怕 所以说 这一手棋呢 就透露出现在白棋啊 觉得还挺轻松的 想跟黑棋作战 然后白棋就直接 这样非常暴躁的冲断了 黑棋断 白棋贴住 这里不能沾 沾的话让黑棋这两颗子 松出来一口气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黑棋可以先往脚上打 如果说白棋敢提 那黑棋中间小间放锁 白棋是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 就死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宁愿不补断 也要把这个气给贴住 那黑棋单场白棋再贴住 黑棋先断打 这个地方白棋如果说直接单瞻的话呢 黑棋可以扳头先手 再往脚上打吃 白棋其实这个地方是不太敢补的 最终还是要靠出来 因为靠的话 黑棋斑白棋长 再贴再长 沾上可以拐出来 这个是比较看得清楚的 不过 杖下脚上这颗子被黑棋提 虽然说没有死活的危险 但是目数太损 而且中间也会被黑棋先手变火 所以说白棋选择在这里作战 完全就是头脑发热 这个就是在给自己挖坑 实战白棋先扳下 这个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要沾 黑棋右上角打吃 白棋居然还敢提 这个地方赶快跑出来算了 提到的话 黑棋只要马上痛下下手 白棋就完了 如果说黑棋能拐到中间这一下 白棋杀也杀不过 跑也跑不了 我们来看为什么 首先白棋如果说中间补棋的话 黑棋右边飞下去 白棋顶黑棋并一个 活棋 黑棋一活 白棋就自然死掉 白棋点进来破眼的话 黑棋靠住 白棋扳黑棋断 打吃反打 白棋连回 黑棋上面反打完之后 直接刺一个 白棋又死 沾不用说了 黑棋两眼活 点进去破眼 黑棋冲 沾上打吃 黑棋沾 搬头断 对杀白棋 直接就气不够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拐住的话 这盘棋可能就要 到此为止了 不过崔金 也是小心翼翼的 这个 一路能杀到 半决赛 确实对于 女棋手来说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并且 对手还是 变相依 所以说这个地方 崔金也是对于 自己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 对杀 稍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先 稳一手 把自己做活 然后变相依 赶紧靠出 这个地方 一路逃跑 白棋贴住 黑棋打 这个子也不能沾 沾的话 被黑棋 虎一个 头被封住 马上就死 所以说白棋 单场跑出来 黑棋中间提 中间 拔花三胸 不过在 这个地方倒不存在 因为黑棋自己 还没有活 接下来 黑棋往上 飞压 然后变相依 这个地方 又迷之自信了 就是黑棋呢 刚才已经放白棋一马 那这个时候 白棋总得逃跑了 赶快飞出 才是正常的 这个选择 黑棋靠下去 白棋站 黑棋跟着跑 白棋 能腾出手来的话 再处理上面 也不迟 实战变相依 下得太过于嚣张了 这个时候 置大龙鱼不顾 还要往上方 继续定型 那完全就是在 藐视黑棋的力量 这个地方 黑棋就算搬下去 这样贴住 先手包扎 然后往中间正头 其实 白棋都挺危险的 只不过黑棋中间 这边有一些薄味的话 这朵花 不一定能封得住白棋 还有可能被反杀 所以说 黑棋也是 先稳了一手 先往上方飞 这个棋呢 已经是慢慢的 在形成包围圈了 那白棋总得跑了 这个棋 小肩跑一个 是吧 黑棋上面 就算顶段 白棋没有办法 就把脚伤补补好 上面只能弃掉了 然后争取 在左边夹击 或者说下方夹击 再顺带 再顺带威胁 黑棋 中间这一块 那还有机会 这个棋 白棋 还要往上面 刺一个 这个有点 自投罗网的感觉 往黑棋的 这个包围圈上面 撞 这个棋 什么意思呢 又想 保证 往外面逃跑的 这个出路 又想 又想让黑棋 上面变薄 以至于黑棋 分段的话 自己也有保围 那黑棋贴住 先补齐 白棋顶住 黑棋断 接下来白棋 打持 这里就不能再摊了 再摊的话 长一个黑棋 双补断 马上中间要封锁 脚上以后 这个长 白棋也吃不干净 所以说赶紧 打持补齐 下一手棋 崔金 这个 往二路利 稍微有些瑕疵 虽然说 一般来说 棋子的话 都会先长一个 然后以后 景气更加容易 但是在这个场合 不适合 不适合 因为以后 黑棋搬 白棋还可以拐住 这里黑棋不好收气 那不如直接打 直接打完之后 白棋提 虽然说白棋脚上厚了 但是现在这个胜负 跟白棋左上脚 厚不扣 目数多不多 完全没有关系 还是在于中间 大龙的死活 所以说打持 如果说白棋敢提 黑棋直接往中间 这一带封锁 白棋有危险 实际上黑棋立 白棋挡住 黑棋刺一个 白棋小肩出头 然后黑棋再飞风 这个时候白棋 还是应该跑 就是可以肩顶 贴住 不过这个时候 就可以看出来 黑棋刚才立下去 也算是有一些好处 就是毕竟让白棋 外面这两颗子 弃紧 如果说白棋继续跑 以后黑棋继续压过来 向上面这里扳 黑棋可以反扳 白棋也连不回去 跳的话 黑棋还可以靠住 扳的话断 这个地方确实白棋的气景 就有些动弹不得的感觉 那实战呢 白棋先往右边拐一下 这个棋是好棋 威胁黑棋的眼位 顺便呢 看看黑棋怎么下 决定能不能在这做眼 黑棋这个地方 AI推荐的招数 就是团住 团完之后 往上面扳 做活 这是一种 那或者说黑棋顶住 顶住的话 白棋小肩主要是有这一棋 这一棋威胁上面这个跨段 然后白棋在这儿有一只眼 这样白棋的这个处境就好很多了 不过实战接下来 黑棋的这个思路也是非常的奇特 不仅是解决了这里的危机 而且甚至于还把白棋的这个眼 也给破掉 先往右边点 这个棋暂时看不出来这个好处 不过我们很快就能从实战 发现这手棋有多妙 白棋冲完来 黑棋再往上虎一个 虎在这里的话 已经消除了白棋刚才挤 这手棋先手作演的机会 还要瞄着中间这个挖段 把尾巴吃掉 所以说白棋往中间挤 把黑棋变成假眼 这样挖有个双打尺 补断 那黑棋往下长 但是这样下的话 白棋底下三颗子 必须要双一个补棋 等于说外面这个头 直接被黑棋就先封住了 白棋整体大龙 全部在黑棋的包围圈之内 而且这个棋下到这儿也非常有意思 并不是这个棋的内容怎么样 而是变相一整个人 这个状态就已经崩溃了 这个棋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 变相一可以说 边下棋边哭 整个人完全就是一个 这个崩溃的状态 肯定是意识到 之前这个大龙迟迟没有逃跑 然后现在呢 被崔金全部裹进去 不仅是大龙要死 而且肯定也是赛前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次三星杯 崔金发挥的是非常出色 然后变相一 自己的这个心里面 肯定也是非常的有压力 就害怕像之前的这个 非常顶尖的男棋手 被崔金战胜那样 自己也会面临失败 所以说这盘棋 两个人的心态肯定是不同的 崔金肯定是非常的放松 那输的话反正也不要紧 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 那赢的话呢 肯定是就已经刷新了 这个女棋手 能进入世界大赛决赛的 这个历史最好成绩 所以说崔金肯定是 整个人非常放松的 但是变相一不同 肯定内心在下棋之前 就崩得非常的紧 而且这个局势 居然也到了这种 千钧一发的地步 白棋马上这条龙一死 就可以认输了 所以说变相一 真的是边吓边哭 然后还要打自己 不停的打自己的耳光 所以说这个棋下的 从不管是棋的内容 还是从个人的心态 变相一已经不行了 那接下来白棋挤一个 黑棋这个地方 也可以直接挤在这 挤在这的话 外面封锁 至于右边 我们来看有没有棋 白棋碰 黑棋顶 这样的话 外面封锁 白棋右边 顶进去 破眼 黑棋挡住 断 这个倒扑骨调 立下去 阻度 白棋再破眼 黑棋还可以再往左边挤 继续收棋 这个里面如果说形成对杀的话 白棋必须马上就要收棋 打驰收棋 黑棋打 白棋沾 黑棋提 白棋点进去破眼 那这个时候就能解释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 这个黑棋现在右下角 二路点非常妙 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黑棋可以马上打驰 白棋沾 黑棋再断 这个就把白棋右边全部反杀了 所以说 黑棋挤在这 已经宣布白棋死掉 实战黑棋挡在这也差不多 反正白棋想搬 搬不出来 黑棋可以沾 沾的话黑棋搬头 断打沾上 再断打再长 白棋往前冲 黑棋就把大龙冲出来就行了 这个都没棋 实战白棋断 那黑棋肯定不能从这打 从这打送给白棋一只眼 所以说 从这里打吃 靠 断打闷住 假眼 冲出来的话 黑棋沾 白棋底下也是不可能封住黑棋中间的 这里冲一个再双 就可以突围了 那之后变相一 从旁边团住 黑棋站上 白棋再断 还是想冲击包围圈 这个地方黑棋直接打吃都可以 打吃的话白棋搬 黑棋断 左边也不存在这个真子的问题 真不了 白棋站上 黑棋再打 全部都可以放得住 那实战呢 崔金先选择打吃 白棋往上顶 其实这个地方 白棋也是在 一通这个乱招开始 胡搅了 在这 然后黑棋连回 白棋再往右边碰 黑棋顶住 这个都是正招 白棋左边顶 黑棋挡住 再往右边挤 黑棋补掉这个道铺 白棋再断 然后黑棋一路搬 这个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白棋中间沾上 黑棋就非常冷静的破眼 右边打持 黑棋再沾 一路打 这个地方 黑棋的应对方法非常多 比方说 沾上 白棋连回 黑棋再打 接不归 破眼的话 黑棋可以先扑 再提 这样白棋沾上 黑棋可以打 因为白棋沾 黑棋就断 这个扑也不可能 扑的话直接提掉 白棋气不够 被反杀 所以说沾可以 或者说断 断完之后 打持 白棋连回 黑棋提 这样黑棋也是活棋 而且直接 白棋作眼的话 黑棋再提 让白棋再作眼 左边一只眼 黑棋挤一个 打持 沾 再打 这边还是假眼 死掉 所以说反正 黑棋这几个点都行 就算黑棋计算不清楚 像这么多正解的话 随便往这扔一个 都不会出错 实战 黑棋打持在这儿 也是正解 白棋往上场 想在这里搅一搅 黑棋挡住 白棋断 接下来的话 就看黑棋上下两边 往哪边补了 其实AI的建议呢 就是黑棋提在外面就可以了 提在外面的话 白棋如果说往这刺一个 黑棋可以团 破掉中间这只眼 白棋上面连回 黑棋沾上 这样白棋大龙 跟上面黑棋对杀 是没有办法杀的 这个棋很明显 比黑棋少很多 而且黑棋马上往上 二卢提 就已经活了 这样白棋不行 右边提的话 挤一个 黑棋可能是趴这个 因为白棋挤的话 黑棋团住破眼 白棋断 上面黑棋弃井 扳 打持 这样的话 先手提掉 上面还有高路靠段 打的话 白棋断 扑 再提 黑棋补掉 这个跨段的话 那白棋已经活了 这样白棋 确实有机会活 所以说黑棋为了稳妥起见 也是直接往上扳 先在上面补 把这块棋活掉 这样的话 等于说就 黑棋左边这三颗子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白棋大龙还是死 之后白棋 如果说断 断的话 黑棋跳架 扳 虎一个作眼 拐下去再长 再贴住 黑棋就往上面这一袋 作眼就进了 实战白棋拐下来冲 黑棋长 白棋再冲 扳住 点方 黑棋老老实实沾上 断 黑棋不可能从这 从这被白棋反打 长一个呢 要反杀黑棋 直接沾 白棋打吃了黑棋 再往这一拆 这样左边活棋 如果中间没有问题 那白棋大龙铁定是死 之后白棋往这点 这个想杀黑棋不可能 白棋就是想利用 通过攻击 把左下角吃住 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大肥脚 但是在死大龙面前 这个一文不值 黑棋穿过来 也是看清了 就直接选择最为俗的定型 把这里全部包扎住 边相仪也是内心痛苦 还是不想认输 这个时候认输呢 一方面自己不甘心 还有就是 也是非常的没面子感觉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再撑几手 再搬 那黑棋断 然后呢 白棋如果说 直接拼一个 补掉下面的这个问题 那黑棋打吃 再打 再沾 中间活掉 这个看得清清楚楚 实战白棋冲一个破眼 黑棋反冲 白棋如果说挡住的话 黑棋底下断 这里要反杀了 中间打黑棋沾 对杀白棋气不够 冲的话连回 再打吃沾上 底下沾 黑棋打吃收气就可以 这个白棋肯定是杀不过 那杀也杀不过 又多死了一块 然后白棋往上爬 右边 踢掉 这个开始 等勺了 但是这个棋 黑棋我们刚才说到 打吃就是活棋 实战也是这样下 因为白棋如果说连回的话 黑棋提 打吃 白棋 只有沾 黑棋可以往这打 这个打吃皆不归 上面沾 黑棋把这个尾巴连回 再沾 黑棋提 不仅是两眼活 右边 白棋还牵了一个断 要不 所以说这里也没有地方 可以搅了 最终白棋往下方 拐头 黑棋 断 刚才我们也说到 这里对杀白棋 是棋不够的 所以说下到这儿 变相一 终于绷不住了 直接认输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精彩 虽然说呢 崔金一路杀到了半决赛 但是在这个对变相一的时候 相信大多数人还是觉得 崔金可能就要止步于这个半决赛了 不过变相一这个发挥确实也是不理想 这盘棋完全的不发挥 就是在右上角 白棋对于大龙这里啊 有可能也是过于的自信 或者说就是觉得死不了 单纯的觉得没有任何危险 反正过于的自信 最终导致的结果 那只能变成自负 自负的话 大龙死掉就是最终的一个后果 那也是恭喜崔金 刷新了女子 骑手进入世界大赛决赛的这个最好成绩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